话说百娘子和许仙重逢 良夫妻当晚 当然是前眠物外 都不知道是多么开心 多么欢乐 只不过春宵苦短 到第二早一早 许仙担心 自己答应了原外 说第二早一定会早点上班 于是他一早就即时梳洗起身 马上急急忙忙地出城而去了 百娘子这个时候 一来吃了吕洞斌那粒七情六肉丸 已经可以领略到 人间情爱的种种滋味欢乐 这个时候自己都有一些沉迷其中 再加上又想到 我这次是为了报答 许仙的前世恩情而来 虽然我自己嫁了给他 但是他现在还在人家手下 做着个伙计仔 那又怎么算帮他光带门眉呢 无论如何都好 我怎样都要成就他一番事严 让他光带门眉呢 让他光带门眉呢 只不过现在他的老板对他这么好 相公这个人又很重情意 一时间他又怎么可以跟老板分手呢 眉头一皱 白素精终于想了一条计了 于是到了当晚 他才又回到家的时候 好了你找 等到第二天 他就起身急急的想上班的时候 白梁子呢 特地这时候拿了一张 很明细的账单 希望他在上班之前 就帮忙做完这几件事 这样 因为家里人手少 虽然有小青在帮忙 但是 小青现在都大过女的了嘛 整天要他抛头露面 都是很不便的 这样 他才一看那张 明细的账单写着的内容 无非都是开门七件事的东西 什么柴米油盐 酱醋茶等等 但是去完这家买盐 那家托米 哇 这样搞法 自己肯定要迟大到的了嘛 只但是仔细想想 唉 自己娶这个老婆 没浪到半分力气 没花到半钱银两 现在吃他的 住他的 穿他的 这里这么大间屋 如果靠自己赚回来的钱 恐怕就算是平时 维画家里面的花花草草 可能都花一大半了 怎么说都好 自己都是一家之主来的嘛 唉 又怎么能不为这个家 出了多少力呢 而且现在人家叫自己去做事 他还要出了钱 唉 那自己呀 出了多少力量而已 难道这样都不行了 算了 于是 拿了银两 就照着账单的事情 左边托米 右边买油了 于是者 天天都有多少事的 在这样一来 他每天上班 就迟了很多了 开始的时候呢 袁岸都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一来二去 见到许仙 天天都离迟 一到下班就走得急急 开始的心呢 就有点硬着一条刺了 于是 这一日 见到许仙 又迟回来 忍不住就问一下那两个伙计 这一陈许仙是搞什么呀 那两个伙计呢 一直都因为 许仙提到 哇 这么快就得他袁岸 这么信任 什么都说要交给他做 他心已经有点妒忌 看他不顺眼的了 现在 偷着机会 还不趁机煮他米吗 于是那两个伙计就说 哎 那真的很难说了 袁岸 我们都不知道 他先这一排 为什么懒成这样的 不过呢 似乎听人说 行口不是有间珍珠堂的 那个老板 好像是看中他 整天都有人 见他两个坐在喝茶聊天的 那袁岸一听 他心就当堂很不舒服 这位黄袁岸呢 其他什么都好 唯独是 就有点外面子 兼有点小气 行口那间珍珠堂 跟他自己这间保和堂 在生意上 大家是竞争对手 平时啊 为了争病人 争客商的争货员 经常都有多少磨擦的 一听都说 珍珠堂的老板 居然叫自己长脚 而这个自己所谓恩人之后 一直都想着 将他当成紫质的许先 啊 居然不念同自己的情意 同自己的对手 现在在眉来眼去 经常喝茶聊天 嗯 一想到这里 这位袁岸的心 就当堂鼓着道气了 他嗯的声 对那两个伙计说 忘恩负义的小畜生 明天 如果仙姑继续迟到 你就给我叫他入来 说我有说话问一下他 既有此理 你说 啊 这个人啊 究竟是什么心肠啊 啊 我家对他不好吗 他要帮我个对头人 哎呀 真是激死我了 激死我了 那两个伙计 也有一点偷懒 真是不好意思了 不知道叔父 我现在不敢怠慢你, 因为不是的话, 恐怕将来想请你, 也请不到了, 叔父,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做人伙计呢, 就应该有个做伙计的样子, 你现在日日迟到, 你叫我, 怎么跟其他的伙计交代呢? 如果个个都像你这样, 你说我这间药行啊, 还用做生意的? 是, 叔父, 我这段时间, 因为家事繁心, 所以都经常迟到, 实属无奈, 希望叔父原谅啊, 我怎么会不原谅你啊? 但是呢, 我家里多东西做, 这个不会是假, 但是这样都不能够, 因为这样的事情, 影响你做事的嘛, 哪个家里有没有几件事呢?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 整天都因为家里有事, 不上班, 或者迟大到, 你说, 那样的城河体统呢? 是,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哎呀, 哎,贤财,都算委屈你了, 如果只是为我家里的事情, 就不敢日日迟到的, 是不是你打算令谋高就, 有其他人要叫我王某人的长脚 请你过去啊? 啊,叔父,怎么有这样的事呢? 哎呀,小小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啊? 叔父,别听人说了, 呵呵呵,正所谓若要人不知, 这除非己莫为, 你不可能还要隐瞒我吗? 只不过,我就在想, 你毕竟是我因公之口, 你不要跟我洗完这样的心机, 其实呢,去先, 你只要老老实实跟我说, 人家要叫我王某的长脚, 他出多少钱给你啊? 他出多少钱我照出? 我不怕老实跟你说, 在苏州城内, 我在这一行啊, 都算是有点地位, 如果有人敢用你, 不问过我先, 我哪怕他铁包头和包脚, 我都要他知道, 你束缚我的手段, 梁他都没有过这样的胆, 虽然我是这么说, 但是许先, 我都不是要你做我一世伙计的嘛, 如果你有本事, 自己开一间店, 我绝对不会强留你在这儿, 正所谓人向高处嘛, 这些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你因为贪徒多几两银, 居然不帮你缩辅手, 走到别的地方跟人家做伙计, 那我还有勉的, 唉, 你都懂得叫我一声叔父啦, 拜托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想想清楚, 来来去去, 你不要现在, 看到现在风光, 就不记得你以前被人逼得做恶意那时候, 这件事是多么凄惨, 多么下战啊, 你还记不记得谁救你啊, 许先一听他提起这件事, 唉, 什么那么满面通红, 心想, 唉, 受人恩德, 看来, 就以寄人利下, 低人一等咯, 他低头不出声, 但是眼泪已经混了, 太瘋了, 到了晚刻回到家, 啪, 就先拖了门, 在门口的小青客车大跳, 唉呀, 相公, 怎么今天你回得这么早啊, 哼, 早又不好, 迟又不好, 唉, 难道你要规定我几时回, 我几时才回得好了啊, 小青日听, 哎呀, 无端白事你发我什么脾气啊, 他心就真的有点生气了, 哼, 如果我不是看了姐姐的份照, 啊, 你的臭男人, 敢敢这样来对我, 我不一口吞了你才说啊, 见到他鼓起了腮, 都不知道在生气哪个啊, 于是不出声, 另转身就走开不理他了, 等到他才翻上楼, 一踢踢开房门, 啪啊声, 坐在床上, 衣服都不脱, 整个人一挨, 就躺在大床上边, 白娘只见他这样的样, 哎呀, 他心里有点害怕的了, 辟家放在这趟, 难道自己的小计谋, 被他看穿了? 啊, 相公啊, 现在的天都没黑齐, 恐怕你这么早回来, 没吃晚饭的, 用不用我叫小青热点给你吃啊? 哼, 还吃什么饭啊, 我现在就来死的了, 留在世上, 还有什么面子见人呢? 说完之后, 也都不理白娘子, 一轮转身, 向着墙墙, 那就拱了张皮, 说要睡觉了咯, 白娘只知道他肯定在外边受了气了, 哎呀, 伤公, 你不要激气了, 生气了身子啊, 那就不好了, 今天早上, 你还好地地的, 怎么回到家就变成这样的呢? 有什么委屈, 你都不告诉自己妻子知道吗? 唉, 娘子, 我知道是我八字生得不好, 小时候就父母伤亡, 如果我父母现在还在这儿, 我又怎么会, 怎么会做一个店里面的小伙计啊? 可怜父母过身的时候, 我当时年纪小, 不可以撑着那头家, 搞到现在要看人打工了, 那还不受人家的气吗? 蛤? 难道二叔埋怨你? 是, 二叔埋怨我啊, 只是挂着家, 都不用心做他的店母, 每天都迟了大刀, 本来就是我不对的, 他这么责怪, 我都不敢有什么怨言, 但他居然又说我, 是特意有心迟到, 天天来怠慢他的生意, 是有心, 要跳槽禅过别枝, 去第二间店帮人手来对付他啊, 你说, 我怎么会做完这些, 哎呀, 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事情啊? 那说法, 如果跳槽在别人家的店就不行, 那岂不是一生都要替他打工? 唉, 叔父啊, 他原本是有心关照我的, 如果别人出的钱多, 人工高过现在的, 他就跟我加人工, 总之呢, 除非你自己开点, 如果要帮人手, 那就是落他面, 怎么都不行, 唉, 虽然呢, 东家世家都是一样的打工而已, 但是这样受人气, 真是, 唉, 你说了, 你说我道气, 怎么会不逼着啊? 原来只是受了这样的挫折, 我说, 那我说, 官人, 那你又不会这么伤心, 既然你叔父都说了, 他说帮人手就不行, 自己开店就没所谓, 他都支持你开创自己事业的, 那你明天早就在店里面辞职, 回来准备开店就行了, 唉, 梁子, 你真是懂得开玩笑, 我现在的荷包很烂烂, 那你说, 我怎么开得开客店呢? 这么小都不用指望啊, 唉呀, 我跟你讲正经的, 你以为我讲笑啊? 总之呢, 呼朗啊, 你用心做好生意就行了, 有什么事的, 为妻一力成当, 我们现在呢, 家门口没空了成三间房的, 那就是说, 不用再找店铺了, 就在专柱行这里, 开一间药材店, 你说好不好呢? 啊, 哎呀, 梁子, 你真是想着, 跟我开一间药材店, 重振我们许家家姓啊? 嗯, 我嫁了给你, 当然要看官人着想的啦, 官人事业有成, 那为妻, 也都一样跟着享福啊嘛, 哎呀, 梁子, 你真是好, 真是好了, 最紧要呢, 可以帮我争一口气, 梁子啊, 梁子,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哎, 此生此世, 许先呀, 你一定不能够辜负梁子, 好啊好啊, 我明天呢, 一约回客店辞职, 咦, 官人啊, 为何有这样的响声呢, 在哪里响啊, 哎呀, 梁子啊, 原来我整日都没吃过东西, 哎呀, 现在我肚饿得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啊, 哎呀, 你说要买多少人心啊, 陆庸这些贵价药材的话, 那还要想多些钱才是的, 你只要开条数据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不用管, 总之呢, 我们这家药材谱啊, 长片一定要做大它, 许先听到梁子这么说, 就更加是深红胆壮了, 于是, 这一天, 他一早就回来客店里面了, 那黄元矮见到许先今天这么早晨, 还以为昨天自己说了他一轮, 他终于肯改了, 哈哈哈哈, 言之言之, 今天这么早晨, 是不是想通了呢? 是啊, 袁矮啊, 我的确想通了啦, 其实呢, 我也有几句说话想跟你讲的, 昨天我埋怨你, 说话之中恐怕有所冲撞, 然之你千万不要生我啊, 叔父, 你教训得对, 男子汉大丈夫又怎么能没有志向呢? 小泽现在有一件事, 想和叔父你商量啊, 啊, 我明白我明白, 言之你成一家, 那平时呢, 花费一定大一点的, 你成亲呢, 我都没贺过你, 那, 你里有二十两银, 你拿去, 啊, 和家里买些什么都好啦, 啊, 小泽不是说, 想缩缚你加我薪, 而是特地要来辞职的, 什么话, 你要辞职? 哎呀, 言之啊, 昨日是叔父不确, 埋怨多你几句说话, 难道你这么都受不了, 今天要去其他店里帮忙啊? 哦, 不是, 小泽不是要去其他客店里帮忙, 我也都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只不过, 小泽自从被发配来苏州之后, 一直都得叔父你照顾我, 原本呢, 我应该好好报答的, 但是叔父昨日这么说, 都对的, 我许先堂堂南之汉, 如果不可以重振家姓光大门眉的, 那怎么能对得住我过世的父母呢? 所以昨晚我和妻子商量过, 原来他自己都有一些价装的, 他愿意拿出来, 作为我开店的资本和, 照叔父你答应的, 我们就可以筹备开张的了, 啊,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认真恭喜了, 啊, 言朕你放心, 啊, 既然是你自己开店了, 我说绝对不会拦阻的, 不过, 你要开一家药材店,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呢, 就要请伙计, 跟着呢, 要买各种各样应用的器具, 最后就入伙, 你现在只有个人在苏州, 那又怎么照顾得来呢? 啊, 所以我今天来, 就是想请叔父你指点, 如果我的生意, 真的可以做得好好的, 那我一定要厚厚地报答叔父啊, 啊, 那你这么说法啊, 你父亲以前, 就大挤了我两兄弟这么多, 呃, 厌振你开店, 无论如何, 我都要帮忙的, 只不过, 等你开成这间药材店, 我就少了个好帮忙了, 那这句是真心的吧, 虽然, 黄元矮之前都有帮伙计, 但是, 论到做事, 真的没有一个, 好像许先这么卓力, 这么交得肯的, 他心想, 哎, 难道真的就这样放走他? 这个年轻啊, 做事卓力, 做事有交代, 我现在没儿子没女, 哎, 哎, 以后这头家业, 还要找个人来乘计, 哎, 既然是这样的, 不如我想些计计, 等他间店开不醒, 又或者开得整个组日倒闹, 那他什么事又可以回来帮忙咯,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集再讲,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